据环球网4月5日报道 美军的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穿行南海 美军编队中包括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 一艘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和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美军另外一艘马斯廷号宙斯顿导弹驱逐舰 近日现实东海 根据妹妹的分析 接下来马斯廷号可能前往南海 与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会合 就在美军航母战斗群穿行南海同时 日本防卫省通报称 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 经过冲绳本岛和公布岛之间海域 向西太平洋市去 据海军新闻发言人高秀成海军大校介绍 辽宁舰航母编队此次行动 是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 是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 今后中国海军仍将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演续活动 在航母编队中 除辽宁舰以外 还有首艘055型万吨级驱逐舰南昌号 两艘052D型导弹驱逐舰 一艘054A型护卫舰和一艘901型综合补给舰 目前美日印澳与法国的军舰 正在印度洋上进行联合演练 专家认为美国未来还会继续拉拢东南亚国家 使他们参与到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法转交通